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掛下馬場消息 聽聽馬場花生 馬會CEO應家帕先生 一直對賽馬有研究 就是人都知道 他有些心水給大家 各位師兄喜歡聽的 可以參考一下 第五場四班12米瑞典杯 預計 預計步速是中等 紅富日因為排外檔出閘 一定要有前速 才可以跟電子傳承 即是文家良那隻 可以一起領放 一定要有前速才可以拍得住電子傳承 然後應家帕說 蔡若翰馬房這隻慣性尊重 他說在六個星期前 這隻慣性尊重 就在桂萊第一次出賽 他又說這隻慣性尊重 試習就表現良好 這次排在內蕩起步 如果可以貼籃 在領放馬之後的位置 競跑 他說會有利 發揮 找位望贏 這樣說 他又說 紅富日 今季四次國族 跑馬地 這個千二米的路程 三次跑入前三名 今次就會由潘先生去執姜 他也是另一隻 不錯具有爭勝 和三甲機會的戰馬感 三元密魯 他說這兩仗 表現都有進步 特別在上一次 輕鬆領放在同盟力量之後 跑過第四 表現不錯 他說這隻馬與末段 可以看 可以揭勢充斥的勇者性 均可闖入一席 他評了這隻 慣性尊重 他就說 穩偉望贏 紅富日 如果減到過來 他又說夠準 應該都可以跑入三甲 三元密魯 連續兩仗 上次 輸給同盟力量 跑過第四 他說 和這隻 憑後勇的勇者性 他說 都可以闖入一席 各位師兄信不信 應家拍廣 都是老鳳那句 各位師兄 自己定奪 各位師兄 又有單花生 和大家說一下 第九場 三班千二米 天地人 小弟都叫做 舔了兩劑 但是今天 就執取了十檔 但是雷神 依然都選他來騎 這個九場三班千二米 惡馬如魂 相信是很激烈的一場賽事 今季 這隻天地人 就在莫雷拉 兩場贏馬 實力 究竟是否見底 還是未見底 今次由莫雷拉 刷騎 看看可不可以 拿到三連接 聽聽莫雷拉 怎麼說才重要 看看字眼 有沒有能確認 他在說什麼 莫雷拉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天地人每次完成賽事之後 均有進步 他說 這隻馬十分受教 聽聽話話 而且學習能力很高 他說是一匹好馬 接著他再說 他說這隻馬 暫時最好的跑法 都是領放 今次抽到十檔 看起來 他說看起來 就刺不利 但是其實這隻馬 出閘反應 和前速都很快 所以 他就不擔心 今次的檔位 會影響表現 這樣說 即是莫雷拉 說十檔 我不是很擔心 天地人 今季兩出兩節 評分 已經由62分 上到79分 即是足足加了17分 所以 今次在三班 就各族 仍然留下了 在三班 各族 接著就被人 追問 怎樣評價 這隻天地人 的時候 即是他看他的前景 是怎樣 莫雷拉 就表示 這隻馬 是有二班的實力 這樣講 他說 今次對手 比上兩將強 是時候 給天地人 證明他的實力 這樣講 即是莫雷拉 說他有二班 十檔 不怕 不夠快 他說 今次對手 是比上兩次強 但是 亦都是 這一場馬 亦都是還天地人 真身 證明他實力的時候 究竟 是不是真的有二班 各位師兄 信不信 莫雷拉這樣講 各位師兄 自己定奪一下 雷神接受訪問 關於這隻 八場三班 一千金會星 以往三節 都是一千米 贏得 今次再國族 這一程 再次 由田 莫雷拉執姜 成為熱門 都是合理 這樣講 莫雷拉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賺一隻馬 他說他上次的表現 很好 上次贏得來的姿態 是完美 他說這隻馬 今年剛剛踏入四歲 仍然是不斷地進步 他有擔心 這次要負重榜 影響金會升 但是 希望這隻馬的進步幅度 可以抵消他的評分加幅 他說 這次抽到二檔起步 是不錯的 雖然 沒有上次一檔那麼好 但是二檔也是很好 預計 形勢和跑法 和上次是差不多的 莫雷拉就說 希望這隻馬 可以打碟友好表現 這樣說 講開又講 蘇紹輝又來香港騎馬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第八場 三班一千米 這隻夢幻人生 上一季 本來在田草一千米 是第一名過終點 但是因為最拉尾的二百米 邪跑 令到凡哥兒 就受了 結果 被人貶了 做阿四 排第四 直整了一局炸壺 砍壺 夢幻人生 之後跑了八場 拿了三個亞軍 包括和好好李高 在泥地 互相比拼 然後又輸了給凡哥兒 凡哥兒就是那隻冤家 他那次阻止凡哥兒 被人貶 剛剛又輸給凡哥兒 那場泥地 夢幻人生 到現在 都未曾打破門局 都是一隻沒什麼運的馬 這次走來快活谷 考考大家的膽識 這隻夢幻人生 是一隻速度馬 看看蘇紹輝又有什麼說 蘇紹輝這次再騎上去 上季 就在香港 贏了四十四場頭馬 嚇串 他就說夢幻人生 被扁 即是被人扁了 做阿四過一劑 就是上次在香港 拆騎的時候 留下了一個小小的污點 這樣說 不知道有沒有發惡夢 好像被人 老強那樣 這次夢幻人生 本來就是專攻勵 但是 一月曾經在騎者 跨下試過千二米的谷襲 試過一次亞軍 表現不錯 即是在谷襲試過亞軍 蘇紹輝 整年都在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上陣 但是他賽前 都說有看片做功課 也有勾起這一課 來襲的記憶感 蘇紹輝就說了 他讚這隻夢幻人生 應付急彎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試過閘 今次轉場一試 他就說 當然是想贏馬 希望可以跟馬主 正正式式地拍張 頭馬想這樣講 講就是這樣講 至於投不投注的呢 那就真是師兄自己定奪 講開又講 今季的騎士陣容 真是變化得大 有這個 我最喜歡 鬥志好好的 杜美爾 說要回鄉下 就臭女 走了去南非 就不在這裡玩了 接著呢 就做了個李保利 又說要劈豹 就去美國那裏 就去吃薯條 就在香港都有魚頭 不吃 就去吃薯條 跟著啊 講完都未講之後呢 連續坐兩次冷板凳的貝利斯 就說回去澳洲那裏批雪尼 已經是連續有三位騎士 都是不玩的了 但是呢 現在被人比較擔心的呢 就是這一個呢 曾經拿過兩屆冠軍 南非騎士的希威森先生 到現在呢 都還未贏到馬開賭齋 究竟這一位希先生呢 會不會繼續 在這裏有表現 再爭取成績啊 還是會不會又加入這個 劈豹的行列呢 那真是 不得而知啦 其實小弟呢 就不對這些騎士 有什麼意見的 差過他的又有 是不是啊 好過他的又有 其實我最擔心就是那些騎士的鬥志 所以其實他們走了的 那些華人騎士呢 就更加機會多 小弟肯定是樂於見到啦 再加上香港馬圈呢 一向都是銀子掛稅啦 就很現實的 你交不到成績啊 你想拿到靚馬嗎 哪有這麼容易啊 我不如給個穩穩陣陣的去搏殺啦 你猜真是好像杜拜那樣啊 只看不買嗎 所以呢 在香港要打穩陣腳呢 真是沒有幾多個 一來就有表現的 那看一下稀威心會不會有機會開債啦 好啦 希望各位今晚師兄呢 都可以贏多些馬二回啦 拜拜